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节目 这一期的内容呢,我们就来继续为大家讲解有关日本战国时代 北九州的霸主,肥前龙造私家的故事 于1545年3月,在少二家老马场赖州的计谋下 曾经对主家少二家下课上控制东肥前霸权将近十年的水江龙造私一族是遭到了讨伐 以当时已经92岁高龄的龙造私家间为首 水江龙造私家中仅剩的四位幸存者 在侥幸逃脱少二军的追杀以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们最后是向诸后国的领主蒲驰建训寻求庇护 在蒲驰家的帮助下,龙造私家的一族老小是暂时得到了弃身之地 在龙造私家间寄宿在蒲驰家的这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是下定决心,在自己这一条老命终结之前 一定要对仇人马场氏和少二氏展开抱负 在龙造私家灭祖事件发生过后不久 龙造私家间是和自己以前在左河郡的党与郭岛家在暗中展开了联络 郭岛家当时的当主是叫做郭岛亲王 于1544年,在马场赖州虚假情报的促使下 郭岛家是跟随了龙造私君,一同前去讨伐隔壁的松浦市 在这场松浦讨伐战当中,郭岛亲王的父亲郭岛亲九是不幸争亡 在事后,发现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中了马场赖州的连环祭以后 郭岛亲王同样也是对马场家恨之入骨 在龙造私家倒台以后 虽然少二东上在最后是选择饶了郭岛家一命 但是在这个事件以后,郭岛家的地位在少二家当中是一落千丈 跟之前以党羽的身份在龙造私家旗下大展手脚的时代相比 如今的郭岛家是完全没有出头之日 在龙造私家间的秘密信件当中 家间是告诉郭岛亲王说 在1545年年内,他打算重新返回飞行国 对马场赖州展开报复 为了实现这一次的行动,他向蒲世家请求了援军 最后蒲世家愿意出界500人的兵力助阵 在信中,龙造私家间还邀请郭岛家响应自己的举兵 并且还拜托对方,在正式谋反之前 尽量去拉拢周边对少二家感到不满的国人和地方势力做盟友 于1545年同年,在刚清理完确战纠巢的龙造私一族以后 少二家是立刻就把下一个整顿目标放映到了小陈郡的大领主千燕家的身上 在当时,千燕家的当主是叫做千燕应联 在少二家肃清龙造私一党的过程中 千燕应联对于主家少二氏,对家臣所做出的保证出阿凡二一事是感到颇为不满 此外,从最初的复兴运动开始 少二家的发展一路都是在向下坡路前进 途中被笼罩私家夺权一事先不说 如今少二家甚至是还沦为了世代仇敌大内家的从属 以少二家现在的状态,想要重现当年正习霸者的复兴之梦 千燕应联对此是感到非常无力 相比继续跟随少二家毫无意义的到处征战 如今以从属的身份,待在大内家旗下安稳的过日子 才是当时千燕家最真实的希望 在察觉到千燕家的消极情绪以后 为了避免他们在立场上继续偏向大内 少二家是决定对千燕家的内政进行人为的干涉 在少二家当主少二东上的安排下 少二家的一门少二应赖是以杨子的身份强行过激到了千燕家 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是少二家打算通过将自己一组的血脉 打入千燕家内部的方式 来达到完全操控小城千燕时的目的 但是少二家这么做的结果呢 则是急剧地加深了千燕家对少二家的不满和厌恶 以这一个事情作为导火线 在1545年同年 在龙造寺事件发生过后还没有过多久啊 少二家内部是有紧接着发生的另外一个大案件 那就是小城郡千燕家之间的内战 在1545年3月 过激到千燕家还没有过多久的养子少二应赖 是在自己的兄长少二东上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举病 对千燕市本家的居城秦气城展开了无预警的攻击 少二应赖突然对千燕一连展开攻击的原因 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的记载 但是根据历史学者的推测 这一次攻击是少二应赖独断行为的可能性很高 少二应赖的这一次攻击呢 是完全切断了千燕家和少二家在未来和睦相处的可能性 这一次武装冲突的调弃者和责任者 按照道理来说完全是由少二家这一方来承担 但是在得知了小城郡的情况以后 作为主军的少二东上并没有选择出面道歉 或者调停双方的纠纷 相反少二东上是选择借机将战斗扩大化 并且命令家臣马场赖州以及江上五种带兵前往小城郡 对自己的弟弟少二应赖展开军事支援 少二应赖马场赖州以及江上五种 三支军队加起来战力大约是1500人 而秦七成的千燕一连手下是只有800人不到 在少二军三支部队的包围和进攻下 千燕家的居臣秦七成一时沦陷 于1545年3月末 在丢失居臣以后 千燕一连是被迫带兵逃亡 最后千燕一连是在小城郡南部的白石乡重新整顿军事 并且决定继续和少二军展开武装抗争 在得知小城郡爆发的战争以后 身在佐赫郡本庄城的郭岛亲房 是立刻派出了密使 和身在白石乡的千燕一连展开了沟通 在交流当中 郭岛方表示愿意和千燕家联手 共同对抗少二市 除此之外 郭岛亲房是告诉了对方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遭到放逐的龙造四家间 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带领诸侯军进入肥前 对少二家宣战 佐赫军的领主石井中金 同样也会响应这一次的举病 如今千燕家需要做的 就是在白石乡休息整顿 养精蓄锐 千万不要鲁莽行事 等到龙造四军重新进入肥前以后 反抗军到时候再制定战略一通输战 面对郭岛方的提议 受到少二家打压的千燕一连 自然是选择接受 在少二家方面 在他们最初击败了千燕军以后 千燕家的居城则是由少二应来来接管 由于担心千燕一连 在不久的将来会进行反攻 为了加强少二方在小城郡的防御 少二家是决定对秦七城附近的支城 世源城进行改建和加固 当时负责世源城改建工程的奉行 不是别人 正是龙造四家和郭岛家的仇敌 马场赖州 还有他的儿子马场正远 在得知了马场家作为驻城奉行 留在了小城郡 没有返回他们原本的据点三根郡 立刻就把这个情报告诉给了当时 身在驻后的龙造四家间 并且催促他赶紧进入肥前 马场赖州如今不在他自己的领地内 这正可谓是讨伐马场一族的大好世界 在得到了郭岛家提供的情报以后 龙造四家间认为 现在是时候应该起身回国了 于1545年4月中旬 在和好心收留自己的扑吃一族 做过道别以后 92岁的龙造四家间 带领着500人的驻后郡 开始向肥前国的左赫郡展开前进 这里还是要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从龙造四家灭族事件的发生 到目前这个时间点 中间是只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在龙造四家间正式启程之前 他是曾经还写过信 给大内加的当主大内一龙 在信件中 龙造四家间是把整个肥前国 先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做了一个整理 然后完整的把来龙去脉 向大内加做了一个汇报 除了向大内加成员自己的无辜 并且再三表明 自己绝无向大内加谋反之意 这一件事以后 龙造四家间同样还试着 向大内加请求救兵 希望大内一龙出面 对邵二加进行制裁 在接到信件以后 大内一龙则是表示 自己理解龙造四家所处的境遇 并且愿意支持龙造四家间出兵 对邵二加进行讨伐 但是至于让大内加出兵 肥前国这一件事 大内一龙是果断地拒绝了 面对东面尼子家不断地扩张 当时的大内加是根本没有欲语 抽兵去专门讨伐邵二世 没有办法得到来自于大内加的军队支援 这一件事呢 龙造四家间在一开始 其实就多少已经预料到了 没有能请到援军虽然很可惜 但是自己举兵造反一事 能够得到大内加的支持 这个对于龙造四家间来说 实际上才更为重要 在中国时代 下课上造反的情况虽然屡见不鲜 但是想要造反成功 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口词 依旧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 邵二家是大内加的从属 如果大内加认可龙造四家 用武力取缔邵二家的这个行为 那么龙造四家间接下来不管怎么做 他的所作所为最后都可以正当化 龙造四家间在出兵之前 向大内加展开沟通并且请求认可 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就是在寻求政治上的保险 1545年4月中旬 龙造四家间500人的军队 正式渡过了祝侯川 进入肥前国的佐贺郡 在进入国境之前 龙造四家间是已经提前通知了 自己的党羽郭岛市和市井市 在得知了龙造四家间复归的消息以后 郭岛亲房和市井中青是立刻举兵相应 龙造四 郭岛还有市井三家的军队 最后是在佐贺郡南部的川复乡 无量寺完成会合 当时龙造四军有500人 郭岛军和市井军各自600人 总共加起来约1700人上下 在三军河流以后 龙造四家间是立刻对自己以前的居城 水之江城展开了夺环作战 当时负责水之江城守备工作的 是少尔东上的家省小田市 在得知龙造四家间举并谋反 外加周边的有力国人 像是郭岛市还有石井市 也一同响应的消息以后 成将小田决派是大吃一惊 在龙造四联军抵达水之江城之前 小田决派是就已经选择放弃城池 然后向小田家本家的据点连制成逃亡 在听说龙造四家间 从全家被杀光以后 只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从诸侯又重新杀回来的消息以后 小田家的当主小田郑光 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由于小田家的据点连制成 距离龙造四家的水之江城是非常的近 外加小田军的战力 当时大概是只有三四百人 除了兵力有限以外 对于龙造四家间的突然复归 小田郑光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 由于担心三家连军 会以连制成为目标展开进军 慌张的小田郑光 是立刻让手下所有的战力回到城内 进入龙城状态 在龙造四家间重新夺回水之江城以后 反抗军的将领们 是立刻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展开了军事会议 在小田郡方面 自从少二家攻下了千叶家的据点 秦西城以后 少二方的将领之一 江上五种是出于某个原因 突然返回了神器郡的大本应 师傅思产 关于江上五种 为什么会突然从小田郡撤退 这个我们会在之后进行解释 在这里我们就先给大家骂一个关子 在江上五种撤退以后 留在小田郡当地的 也就只剩下少二家的一门 少二应赖 以及家老马场赖州 留在小城郡的敌方战力 大概是只有800人 在人数上 他们是和当时藏身在白石乡的千叶军 不相上下 郭导清房在军艺上提出 如果龙造四联军 这个时候联合身在白石乡的千叶应联 共同对身在小城郡 中央的马场赖州展开齐席的话 成功的可能性会非常的高 更不用说 马场家如今正在修建的世源城 还正处于一个没有完工的状态 如果在兵力烈士 外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遭到多方夹攻 只要不出意外 马场军会败北 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龙造四军和千叶军 联合起来夹击马场市 这个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不错的战略 但是龙造四加坚 则是对这个计划心存忧虑 龙造四加坚非常担心 身在四伏四成的少二东上 在得知情报以后会及时赶来救援 如果在少二军的主力到来之前 联合军对马场家的讨伐行动 没有及时完成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战局 造反方就会逐渐失去优势 如果两方最后进入对峙状态的话 那么战况很有可能会演变成拉锯战 这是龙造四加坚非常不想看到的情况 没对龙造四加坚的忧虑 郭导家当主郭导清房 则是得意的白了白设 他是非常自信的向龙造四加坚保证到 少二家的主力是不可能从 四伏四成赶来小城郡进行支援的 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上一期的结尾有跟大家提到过 为了提高这场模反成功的可能性 郭导清房当初是特意在手上多留了一张底牌 根据记载 在造反派正式发动兵变之前 在郭导家的计谋之下 少二家的居城 师傅四成 以及其所在的神奇郡周边一带 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帝氏和百姓一魁 神奇郡爆发一魁的原因 是郭导家在暗中散布的谣言所导致 在先前 郭导家的人是乔装成了百姓进入神奇郡 向周边的居民扩散假消息 说少二家即将重新和大内家展开战争 为了给接下来的战事做准备 少二家将会大幅度地提高 对领地内各郡的税收 如果对高税收感到不满的人 少二家将会强行没收其领地 小城郡的领主千叶家遭到少二家的攻打 也正是因为千叶家领主 对少二家高税收的不满所招来的恶果 在原先又龙藏四家统治肥前国的时代 东肥前各郡的百姓 是享受了将近十年没有战争的和平生活 如今龙藏四家遭到肃清 重新夺回权力的少二家 是又立刻打算和大内加爆发战争 根据郭岛家所散布的谣言 少二东上将会把对各郡的税收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九公一名 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神奇郡的百姓们是把这个噩耗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神奇郡岭内各个地方的居民 他们的不满情绪在短时间内是就到达了顶峰 为了向少二家的高税收政策表示不满和愤怒 神奇郡的百姓是纷纷拿起了农具和武器 聚集在了少二东上的居城 师傅四城城下进行抗议 面对城下莫名其妙突然出现的百姓一魁 当时身在城内的少二东上 是感到十分的困惑和慌张 在师傅四城内 少二家唯一的军事指挥官 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过了一个叫做江上五种的人物 在少二家当年展开复兴运动的时候 江上五种是曾经作为少二东上的父亲 少二资源的副将活跃在战场上 在少二资源自杀以后 江上五种是由继续与辅佐人的身份 留在了少二东上的身边 帮助他对师傅四城的军事进行管理 但是偏偏就在神奇郡爆发一魁的时候 江上五种他是正巧就不在城内 江上五种在先前是接受了少二东上的命令 带领师傅四城的兵力前去小城郡 对千叶家的内战进行镇压 所以面对城下突如其来的一魁 少二东上目前他手上是既没有兵也没有将 如果情况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师傅四城的情况会非常危险 在万般紧急的情况下 少二东上是立刻派人前往小城郡 去把江上五种和他的军队进行召回 我们在之前提到过 江上五种他突然从小城郡撤退的原因 实际上也就是因为首都爆发了一魁的缘故 除了紧急召回江上五种以外 为了能够尽快得到援军 少二东上也同样是向位于 士傅四城北部的领主 神代胜利请求救兵 在地图上看 神代家的领地和少二东上的所在地 是离得很近 但是在现实中 神代军如果想抵达士傅四城的话 他们实际上也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神代胜利的据典三赖城 是处于肥仙国的深山老林当中 通往外界的交通是极度不方便 如果想把神代军从山里调动出来 没有个两三天基本上是不可能 说的难听一点 神代胜利这个人 与其说他是一个武士 不如说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山代 在神代家多达二十六座山头的领土范围之内 除了山和树以外 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一某能够种田的土地 在当时神代家也有一个名副其实 同样也比较戏虐的一个外号 叫做山内二十六山之王 简称山丘之王 在当时的情况下 江上五种和神代胜利 这两边的援军 到底哪一支能够先抵达士傅四城 少尔东上当时自己在心里也摸不清楚 少尔首都士傅四城被伊魁军所困 小城郡的江上五种又被迫回城进行结尾 位于群山当中的领主神代胜利 也接到命令前去支援 当时少尔家有可能作为援军的兵力 是全部都被锁定在了神奇郡 而苏城这一切局面的元凶呢 就是我们当初大肆散布谣言的郭导士 在伊魁军为龙造四联军 争取到大量时间的有利局面下 消除了后顾之忧的龙造四家间 最后决定出兵 向位在小城郡的仇敌 马场赖州展开进攻 为了避免后方连池城的小田真光有所动作 在龙造四家间的安排之下 范盛城主石井中青最后是留在了左鹤郡 对小田军的一举一动 展开了警戒和监视 1545年4月中旬 龙造四军联合郭导军1100人 正式进入小城郡 为了配合龙造四方的行动 位于小城郡南部的千叶军800人 同样也开始北上 在千叶印连北上的过程中 为了分散邵二军的注意力 千叶军是分出了一半的人数 对邵二印赖所占据的 原千叶家居城秦七城展开了养工 千叶家剩下的部队 则配合龙造四郭导联军 对当时位于世元城 并且毫无戒备之心的马场一组 展开了佳戒 在战斗最初 得知千叶军前来进攻的消息以后 马场赖州和他的儿子马场正元 是率兵积极地和对方展开了战斗 但是在后来 龙造四军和郭导军 突然从侧翼出现以后 马场军是立刻就陷入了惊慌和混乱 根据记载 在得知龙造四军和郭导军的数量 远远超过己方以后 马场军中是开始出现逃兵 世元城原本就是处于维修状态 马场军也根本没有办法 把他用来防御 在被敌方包围的情况下 马场军这一战是必败无疑 为了让父亲马场赖州及时撤退 赖州的掌揽 马场正元是决定留下来当作电军 在龙造四联军逐渐瓦解 马场军的过程中 马场正元是遭到龙造四军的射杀 在指挥官马场正元战死以后 马场军随后全面崩溃 在得知马场赖州本人逃脱战场以后 龙造四军是立马展开了追击 就像当初少傲军 捕杀龙造四一族时的情况一样 如今的局面是完全掉转 人为猎物遭到捕杀的人 这一次是变成了马场赖州 在龙造四军的追击下 当时已经无路可逃 最后被迫藏身在山洞里的马场赖州 是被龙造四军的士兵给发现 在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以后 马场赖州最后是向龙造四军 展现出了临危玉碎 不为瓦权的意志 在只身一人经过顽强的抵抗以后 马场赖州最终是因为寡不敌众 遭到了龙造四军的斩杀 马场赖州和马场正元父子的首级 最后是被运到了龙造四家间的所在地 望着眼前这一对 曾经谋杀自己全家的仇敌的脑袋 龙造四家间是沉默良久 最后龙造四家间是说出了 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马场赖州 你最后死在我的手上 这应该是你永远都不会想到的吧 自古以来 武士和武士之间的关系 除了朋友就是仇人 你和我结下恩怨的时候 你就离死期已经不远了 当初我的儿子龙造四家纯 就是被你的儿子马场正元所斩杀 家纯的女儿 也就是我的孙女 是嫁给了你的儿子马场正元 所以在辈分上来说 我儿子龙造四家纯 是你儿子马场正元的岳父 怎么样 听说你马场赖州当年也是一样 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岳父 你们父子两人谋杀亲人的所业 真可谓是如出一辙 现在你们一家终于尝到了因果报应 就算让你们父子两人扑视街头 老天也应该不会有所怨言 如果你们真的要怨的话 就怨你们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吧 在听完龙造四家间的感言以后 身在一旁的郭岛亲房 则是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说道 家间大人 不如我们把马场一族的脑袋 埋在龙造四家居城的正门台阶下 让所有来往的新人 都踩在他们的脑袋上路过 以此来宣泄愤怒如何 在听完郭岛亲房的建议以后 龙造四家间则是摇摇头回答道 会做出这一种既没有人伦 又没有品味事情的 应该是只有马场一族了 我龙造四家间还没有堕落到这一种程度 我们不用做多余的事情 把他们父子两人的尸首埋葬了就好 龙造四家间最后是没有做出 像当时马场赖州一样鞭尸的行为 这个只能说在人格修养方面 龙造四家间还是要比马场赖州更胜一筹 当然促使龙造四家间 决定对马场父子的尸首网开一面的原因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那就是出于对自己孙女的怜悯和同情 龙造四家间的孙女之一 是嫁给了马场赖元 虽然是政治婚姻 但是龙造四家间的这个孙女 是非常深爱自己的丈夫 就算马场赖元在后来是按照命令 杀害了龙造四家的族人 但是这位女性最后还是选择留在马场家 继续陪伴在自己的丈夫身边 如今马场一族是已经被龙造四家间所消灭 龙造四家间的这个孙女 也是在事后哭着请求自己的爷爷不要虐视 想为自己的丈夫尽量征求到一个体面的葬礼 当然龙造四家间在最后是尽到了爷爷的义务 没有让自己的孙女失望 在龙造四家间的安排下 马场赖元父子的尸首是郑重的得以下葬 在经过了这一场悲剧以后 这位女性最后是选择出家 法名叫做大山妙尼 此后有关她的人生去向 是完全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 有关马场赖州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在史料治乱纪当中是有这么说到 马场赖州这个人博学多才 对于主家邵二家是有着深厚的忠诚性 对于领地内的百姓 马场赖州也同样有着怜悯之心 不会因为对方身份低贱而加以排斥 马场赖州设计杀害龙造四家间一族 这对当时的邵二家来说是极具意义 而且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 在下一期的节目里 我们将会给龙造四家间的故事做一个收尾 在这之后呢 龙造四家新的主人公龙造四龙信即将登场 虽然目前已经成功消灭了马场市 但是龙造四家的仇人 邵二东上神代胜利 以及当初参与马场家的计谋 对龙造四家展开偷袭的有马青春 这一些和龙造四家有着深仇大恨的人物 还没有得到制裁 龙造四家在战国时代的复仇故事 这才刚刚开始 以后的节目也希望大家继续捧场 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认为我的故事讲得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 或者亚洲历史的朋友们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跟作者我本人相关的脸书 IG还有推特链接 我都已经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跟随的朋友也非常欢迎 好了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